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学习了 如何用PDO对象获取跟数据有关的数据处有关的属性 对不对 还有设置属性 这节课借助于上节课到学的那些知识点 对吧 咱们来看一下PPP的错误处理模式 这点很重要 在开发程度的时候 咱们得把错误警告的一些模式挑出来 是不是太费 对 我们看一下 它的模式和咱们前边用过的一些模式不一样 我现在又把这例子恢复到咱们最开始的那部分 就是一个连接数据库 对不对 对 这里边已经有个模式try catch 对不对 默认PDO它使用的模式就是try catch 对不对 这不能用别的模式 那么如果我执行语句 pdo对象里边有一个方法 叫做你看一下 在pdo对象有个exec 对 执行里边是一个circle语句 他能执行circle语句 比如说我执行一个circle语句exec 对吧 里边我随便写一个circle语句 我记得是随便写的 比如说dlet删除from表 hello world 其实我没有这个表 没有 对不对 我们可以验证一下 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表 呢 运行一下cmd看一下 myc-h loghost-u root-p 1 2 3 4 5 6 看到了吗 然后usec说peerp这个顾 对吧 对 我们show tables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有这两个表 对 对不对 有 users 有第二个 users 对不对 但是呢 没有没有没有hollow world 这个表 那这样的话语句是不出错呀 对 如果用咱们mycircle那个连接扩展的话 他会给我们一个警告或者错误 对不对 那我们这里边看一下 我们执行一下这个 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提示呢 tese.peerp 什么提示 什么都没有 一片空白 说明就是没提示 对不对 没提示很麻烦 麻烦在哪啊 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错了 我还以为删除成功了呢 然后一看这块 真没有 对不对 其实怎么办 本来这条语句就错了 对不对 对 那这样的模式好吗 不好 但是默认是不是就这样模式 所以咱们这几个内容是干嘛呀 看一下 错误模式 对 对 改变这个处理模式 那这种处理模式我想知道它没成功 怎么办呢 我这块 我可以输出pto 当然了 我们可以证判断 如果它影响了 这块会返回一个整数 影响行数 看这块 如果 我wfbctd 下降rows 等于零 影响了吗 是不是就错误的代码 对不对 或者是我等于零为可以这样 是不是就有问题 那我能不能用一种方式 把这个问题获取到呢 可以 看一下 这里边 还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这里边的 看一下 找一下 错误代码 看到了吗 对吧 不用传任何残入就可以 还有一个 对 信息反映的数 对吧 这个info里边包含错误代码 我们分别看一下 你看 哀口 这是pto对象里的 对不对 那就得用pto emEs e r r跟我话 然后c or e 是不是这个话 过去什么 错误导 对错误的代码信息 然后换一下行 输出 d 然后再brint 相信r打印一下 $pdo里边 e r r info 反映的速度 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这会说出 ok 对吧 然后这话 我们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退出 让他往下指向了 是不是 只有我这么写之后 我们才知道有没有问题 是吧 是不是出现这个码 然后这个码是不是在这里包含呢 对吧 下面是两个r1不打印的 上面是rcode打印的 这告诉我表 这个库里这个表 根本就不存在 对不对 是不是有提升级了 有 那每次这么写完了 所以这块是一种默认的风格 第一 默认的 什么 错误 模式 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 不提示 对不对 这样的不好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看不到问题 对不对 容易忽视 被忽视 这个可能性很大 对不对 这种错误模式 那我们能不能改变这个模式呢 可以 对不对 可以怎么改 看一下 在这里边给我们提供三种模式 哪些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设置属性的方式 改变模式 看到这儿了吗 三种模式 这个是错误模式的属性 压木头 那模式什么呢 这个就是默认的模式 就是非常简单的模式 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默认这种情况 看到了吧 跟传统不一样 这个是警告的模式 嗯 如果发生他的话 就会出现一个警告 比如说 我把这个 去掉 这块都去掉 对不对 现在只要把模式一改变 怎么改变呢 你看 pdo里边有一个 set a t t i b o t 对吧 试试属性 都是什么呢 属性名 是这个 但是默认的就不用试试了 默认就是这个 对不对 嗯 属性名是这个 看一下 我先这样 先获取一下这个模式 先看一下是多少 i 口 包括pdo里边有一个 get a t t i b o t 放上这个属性 放下 它只是一个什么 错误模式只是一个数字 看一下 是不是就零了 默认是零 那现在如果我改变这个模式 是不是用这个设置 对 设置这个模式里边我们传这个模式 然后 我们值 它就有第三种值 可以直接指定的数字零一二 如果我指定这个模式 对吧 看一下是不是警告的模式 对吧 这个就跟我们前面学过 my circle 那个扩展链接默认提示的模式一样 有问题会警告我们 现在看一下 如果设置那模式了 值是不是一 现在是不是有警告模式了 告诉我们执行的地表不存在 是不是一个警告机 就是这样 嗯 当然这警告级别我们也可以干嘛 下个 什么 try 我们能不能屏蔽掉呢 可以 小心一下 这别可以屏蔽掉的 对不对 但是当然屏蔽掉不是一个好的方案 对不对 所以现在知道怎么调定模式了吧 知道 这警告模式跟原来相似 然后用try屏蔽掉 对不对 但是好处呢 我们可以怎么的 有提示我们就说有问题了 对不对 那这种警告的模式 我们也可以用它打印出来 你看 如果改成原来的方式 现在是个警告的模式 对 我们在这样 是不是警告下面是不是也有提示 所以原来的警告是不是就变得多余了 就不如用默认的 所以我们这还得用一个圈来评理 所以现在就改成跟原来的方式 是一样 对不对 那这种方式也不是我们错模式的一个首选 那首选怎么办 我们还有一个模式 什么模式呢 incaption 异常的模式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变成异常 如果不加异常模式 有问题异常是保识的 现在前两种模式已经知道了吧 对 你看啊 前两种模式 我现在不用这个处理 我把这个保存一下 你看啊 我这个去掉 我如果这么写 ok我留着 看一下 我用试着去执行下边代码 它默认不是这种模式 试着去执行这代码 然后开始CATCH 然后是PTOEXEPTLN 开始WE 然后这块错误消息 是 错误 原因 我们可以通过这里边的E里边有个GATMSSA 是不是通它过去 对不对 如果没有机是不是输出OK 对 对吧 现在看下我们这是不是模式 现在是警告的模式 对不对 或者不是警告的模式 比如说默认的模式也好 先看默认的模式 我把这个TRY是不可以去掉了 对 看一下 是不是OK这块执行了 因为什么 我上面没有退出对不对 TRYCATCH执行了吗 对 有问题的话应该到CATCH里 对 没问题对不对 所以这种模式TRYCATCH 默认是不好使的 我就算打开警告模式 TRYCATCH还是什么 看一下 是不是有警告 OK 是不是也不好使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办呢 把模式改成 把警告模式改成 TRYCATCH 改成异常模式 那这样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TRYCATCH好不好 什么 警告信息是没有了 然后错误原因是不能写几个字 告诉我们这个表不存在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在写所有执行语字的时候 有问题是不是都会抛出异常了 对 记住默认是没有这个异常的 对吧 所以我们这块三种模式 第二种是什么 警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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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嗯 使用的是PTO 冒号 冒号 E-R-R-M-O-D-E 下方线 W-A-R-A 忘记这个词了 直接站过来吧 对 对 使用这个对不对 那第三种就是什么 异常的模式 异常的模式 我们使用的是PTO E-R-R-M-O-D-E 下方线是E-I-C-E-P-T-I-O-N 是不这样的 需要设置什么属性 是这顶模式吗 需要使用SITE A-T-R-I-B-O-T 使用这个 对吧 里边使用的是一个长量什么的 PTO A-T-T-R-C-E-R-M-O-D-E 设置模式对不对 对 那方法就是这话 对吧 所以设置警告这个 这异常的模式是我们 在使用PTO最常用的 因为我们PTO 专门为PTO的处理 提供了一个异常类 对吧 就是这个 对不对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类 我们就能获取到 我们想要的格式 那 通常我们都把这个设置 这个模式放到这里边来 看好了 我把这个代码保存一下 保存 2.PRP吧 我们通常都是这么多 P放到这里边来 也就是 在创建完PTO对象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模式改掉 这块是 创建对象 对吧 对 然后这块 设置 对 设置 错误 设置 错误 可以使用异常的模式 嗯 这样的话 我们下面在执行所有代码 都可以使用这种模式 对吧 当然这个模式里边 我们同样也可以用是怎么 用这些 比如说 到了不是PTO里边 上面上面 是不是有EROR 那个CALL 和 IF 这样的方法 对吧 我们看一下 怎么可以呢 是不是同样是可以的 对吧 当然了我们用异常的话 这个方法就不用用了 直接用上边 异常里边的方法 该Message就可以了 嗯 好 这就是我们写的程序 我们把上边 再 规划好 图书画完成 我们只要设定模式 下边所有的代码 都可以写在一个里边 是吧 TRI TRI вп p o e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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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边就可以写什么 使用PDO中的方法 执行 我们都改成这个模式 下面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PDO里边 创建PDO最下是单独的出来开始的 这个默认就是这种模式 而除了创建构造方法 其他的方法都得设置这种模式 才能使用这种模式 这就是设置模式的一个重点 一共有三种模式 这也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大家课这边 我对大家发言过了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方法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就就到这里 这节课就一个小时一点 设置错误模式 对吧 大家一定要创建PDO最下之后 把它调过来 就像课上我写例子的一样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联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